三藩市 少商業租客保護令如果通過 租客和屋主有什麼影響 三藩市市參事會上星期二投票通過了一項新的法規 延長現有的少商業租客保護令到明年3月31日 該法案的目的是保護少商業在疫情期間免受迫遷 今天這項法案的發起人之一市參事佩士甘表示 小商業租戶保護令原本在本月30日就到期 而新的法案就給小商業租戶一定的時間和空間 去償還租金 同時法案也劃出不同的償還方式限制 目前三藩市市內大約有80%的企業 僱員是低於10人 在新的法規之下 這些小商業租戶可以在明年3月31日保護令結束後 有額外兩年的時間償還租金 而不會遭到逼遷 同時他們還有機會提前終止遭約 而不受到處罰 如果新法案通過 將援解租戶償還造金的困境 但屋主又會如何受到影響 佩斯甘表示 大多數屋主和租戶是可以進行協商 但不排除小數 他還補充說 這個新法案就是針對這些情況而切 在西方式中的新法院的新法院 在西方式中的新法院 和日本城中的新法院 並不願意在今天 未來的疫情中的疫情中發生 並不願意在疫情中發生 最後 佩斯甘表示 感激社區包括唐人埠和日本城 將這個法規帶到他的辦公室 該法規目前已得到市參試會的通過 只需要等待明天視像簽字就會生效 這個法案一旦通過 在全市範圍內將有廣泛的影響力 除了幫助市內低於10人的小商業 免受迫遷 針對不同人數的企業 就有對應的幫助措施 員工人數在10人至24人的小商業 他們有額外18個月去交租 25人至49人的企業 就有額外一年時間交租 至於50人以上的企業 就需要在租客保護令到期前 交完應該付的租金 天下衛視記者李嘉儀報導